哎呀 明皇和幽皇都在 但怎么没见鸾 别急 我们小心点跟上他们 看看这两人要去何处 你既能在画荒内造出人偶 就说明我对地脉的猜测未错 地脉是构成轮回的一环 细于画荒之间 是啊 没想到画荒幻海下所谓的黄泉 实际上就是地脉 所流皆汇入灵雀潭 天下魂疆 聚集那处 抵挡后再入天脉 转世轮回 难怪当年剑邪阴千阳会选择这一礼 赤油是双魂 借此地复生 再正常不过了 不过 那所谓抽取地脉灵力的上古法阵 就与画荒古老的伏羲图腾产生呼应 引入有记忆的魂魄 这倒出乎意料 由此看来 真正能创命的生之力 其实是藏在画荒下的伏羲图腾里了 想来确实如此 哼 那当年山海光明一战 皇帝奉女娲之命 将画荒沉降 看来没有传说中那么简单啊 这个当年的违约之人 究竟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呢 违约 我们到了 就在那儿 你会感兴趣的东西 这就是传说中的鸾啊 此生灵甚是古怪 怎就瞧不出这经脉是何构成 乃至于不见生之模样 他似和祖龙赵佑一般 是某种上古生灵 可惜祖龙化成了 超超超私容 吃不到半点血肉 否则说不定能造出失龙了 可惜了呀 你曾在间邪为幽都冥帝时 就在画荒 那时可有鸾 鸾并非画荒的人 我虽见邪在此处时未见过他现身 但据说那时候康平寺已在画荒内 只是行机缥缈不得寻 据传此事还与鸾有关 鸾果然被他们藏起来了 诶 明明不是灵雀坛回宿的日子啊 鸾难不成还真的被他们弄睡着了 你 你们俩就乱做了什么 他不总在 灵雀坛回宿之时沉睡吗 我只是借事 让他沉眠梦见中罢了 嘿嘿 幽济你此前若告诉我 幽济之声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会儿可就不会遇见我了 不过你还有机会 你不妨告诉我 灵雀坛和鸾之间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他会因灵雀坛速回而沉睡 我直接把 我直接把 嗯 此话说的倒是在理 醉服 明皇 别这么蠢 鸾只会杀了你 就算你可再借施还之法附生 却也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有些事情 有些秘密 可只能自己去找啊 嗯 确实在理 诶 那我这回就与你一起动手吧 正好 一正想宰了你们呢 我可就当 你们自己将十轮之力 送上门来了 嗯 王跟蛋一 我记得 这关在哪边 这里 一路要杀上去 啊 先除去卵身边那两个玄名书基石 王若醒来 此战必胜 哼 这里的人一一一个都不会放过 居然敢对卵动手 神魔共死亡 啊 这里 臉過去 好 這樣我都沒死 我要打這裡 沒到,艾格 先把人丟出來 手術減弱了,鑽就快要縮緊了 你看他這不會動 好,玩醒來 不去,還是如遇見一般,在這時醒來了 那你遇見我們,誰輸誰贏啊 我記得和你說過了,你這就忘了 那我就再說一次吧 我無法見你的結局 不過我自己的結局倒是 實在無趣 又是無趣 羅安,你真是夠了 拒絕我還說什麼無趣啊 不過,似乎過程,卻是意外的有趣 神輩,你確定不來幫忙 當然不確定 我雖無意介入世間之爭 卻不代表你們能在畫荒肆意妄為 哼 糟了糟了,怎麼就醒了 沉睡之時尚且可偷些血肉 偷些血肉 你,找死 哇,沒辦法 沒辦法偷雞了 我想要偷哪呢 掉回來應該不行 應該還撐得住 被打一下應該還撐得住 哇,還補血咧 補耶 好 好 這樣不然去扛 加減幫 不然補一下好了 什麼 這圓 兇呢 他都不會通 軟一個人載全部去保 好了 先不要把魚房拉出來 坐一下 呃 魚房爛 又死了 喔 魚小一隻 好 魚 我 為什麼我點 超性變 我在卵身上 所以沒死 被Coke 160 不要了 後面死一個曹沁 跑掉了 我們後會有期 咧 羅安 你怎麼讓他們跑了 你明明可以 不可以 但是前輩之前不是直接就將十倫宮的人和神雀宮的人一招傳走了 那是因為他們上世生靈 此二人卻非生非死 不在我之掌控內 非生非死 跟我來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疑問 有關畫荒 有關幽機 有關天地出創 而今 也有人正等著 或會與你們同行 正想找人出出氣呢 到底誰找 咩啊 他現在算是兵力還是羅喉平體 那是 當我離開 從我離開後 明界又發生了不少事 這地方將入生死邊界 怕是女蛙為抹除我的痕跡所為吧 還真是她做得出的事 罗侯 圆迁一面 圆迁一面 我看不见的 我很好奇这里为何除去我卷宗遗迹 有多了西皇图腾 画荒酒梨 长凤西皇 风药流者不可见日光 西皇暗在 赐鱼蒙寺 西皇陨落落 是 所以天地间再无真正的生之力 画荒之名自此生 他们为何不动 初 天地无时序 众生无生死 生灵众 厮杀不休 丧魂者横行 乌烟瘴气 西皇陨深入轮回 生死由此而生 哼 你其实是想利用我 找生之力 是 与你不过举手之劳 何况 若无生之力 你就算找权了身躯 也不得回归 要如何找 天地二脉构成轮回 鱼吸血脉呼应天地二脉 欲持有十轮之力 待他们同行吧 罗侯 你意下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